- 嘿大家好 - 嘿大家好 - 嘿大家好 那今天的這部影片呢 專門for這些剛加入的朋友們 終於在1月20號的時候呢 Pokemon Unite 會在台灣的手機板上上市 終於等到這一刻 感謝呢這個大家一路以來跟著我啊 我是個遊戲從7月21號玩到現在 我相信呢我來介紹一下這款遊戲 算是相當有說服力的啦好不好 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講一下今天的重點主題啊 第一個呢我會推薦你4隻 我覺得新手比較適合的寶可夢 他們呢夠強力夠屌夠兇 容錯率夠高 第二個呢我想持有物 拜託不要看到什麼吃剩飯菜就升級他 不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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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官方誤導你的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吃剩的飯菜 不要不要 那這個持有物呢 我也會推薦大家 哪些呢CP值是最高的 再來呢我會跟大家講 設定該怎麼設定 會讓你玩起來比較順手 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到這個環節 主題環節 我們先介紹這4隻寶可夢 不分強弱 哦 我們只分這個順序哦 那第一個呢是妙花花 那我呢不太先做太多的贅述 又之後會做影片啊 單隻角色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他的這個遊戲啊 我跟你講這遊戲呢 呃在技能組方面跟這個強度方面啊 我是覺得 遊戲做的比剛開始還要好很多啊 所以大家這個時候進來 其實這個很多遊戲 這個角色已經變得很多元 很多角色都可以丟出來玩 不像以前 真的是 基本上你有愛 是玩 你有愛也玩不起來 有愛也玩不起來 但是呢現在這個版本 我覺得蠻幸福的 好 我們就直接講 第一隻妙花 批劍的這個帶的技能是 第一個是 終極吸取 第二個是花瓣舞 為什麼這樣帶呢 我之後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這個 我希望大家只是快速的知道 我要先玩什麼角色 那當然你可以先使用一下這些技能 感受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跟你講 那我會跟你講一些比較隱藏的東西 比較detail的東西 比如說呢 這個終極吸取啊 他的這個CD是怎麼剪的 這個裡面啊 遊戲呢是不會跟你講的 當然看我的影片 我就會很詳細的告訴你 他的一些潛在的 欸 潛規則 那 反正第一個選妙花 夠坦 他是屬於法師 算是半法坦 然後呢 生存度也夠高 持續傷害也夠足 所以呢 妙花絕對是我非常推薦新手的 那第二個呢 皮卡丘皮神 大家注意 皮卡丘這個角色呢 你一開始可以先拿到 然後在 之後進行這個 寶可夢五選一的時候 如果呢 你看不爽這五隻其中任何 反正你看不爽這五隻 你想要選其他角色 你可以選皮卡丘 然後之後 因為你有另外一隻皮卡丘 他會返還 大概價值 大概6000還是8000的這個金幣給你 那到時候你又可以再去買 其他五選一以外的寶可夢 注意 如果呢 你看不順眼這五隻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操作 這樣的話呢 可以幫助你呢 額外的得到一隻你想要的寶可夢 好 那皮卡丘呢 我們要帶的技能組 兩樣都可以 第一個是電球搭配伏特攻擊 第二個是打雷 再搭配10萬伏特 那大家記得呢 就是這樣帶 這個 你如果你要硬亂帶交叉帶的話 以為自己在數學什麼 三角函數幾何學 那我是覺得不要先不要 那麼伏特攻擊跟電球比較適合 在對手第一個有後排 比如說有忍蛙這種 你要追他 或是閃用牌跑很快 這種 或是有刺客你要躲他的時候 是可以帶電球加瘋狂伏特的 伏特攻擊 那麼第二個呢 10萬伏特再加上打雷 很適合打陣地戰 如果你打團戰團看到對方 一群一群一坨坨擠在那邊 那種群聚的你就直接給他拌下去 真的是非常爽快 那這個技能呢 你在進場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對方的陣容 再去判斷說 欸 那我現在要怎麼選會比較好 那當然 這個我之後會分享我的經驗給你們 你們都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絕對是呢 拳網最詳細的教學啦 那第三隻呢 猥瑣快龍 那快龍在這個版本 非常猥瑣 一個原因是因為 這遊戲叫做得分遊戲 投球遊戲 你不是推塔遊戲 不是你站在塔前面 一直蹲一直蹲一直蹲一直射 那就可以贏了 NONONO 這是得分遊戲 所以快龍為什麼猥瑣 因為他帶了救援屏障 然後再加上得分護具 幹你根本守不住他 大招 咚下來 天啊 再加上得分加速 OMG 你一定聽不懂 新手一定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但老手就會心有七七焉 但我先跟你講 選快龍 然後呢 龍之舞 再加上破壞時光 因為呢 快龍的體質好 然後再來呢 他也可以在旁邊普攻 你只要走位夠好的話 基本上呢 你就是一個坦型射手 我講白了 坦型射手 而且傷害也很夠 真的是很夠 那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來 最後一隻呢 我推薦的是 這個閃燕王牌 如果你在打LOW 打這個 英雄聯盟啊 或是打傳說對決 打王走人要隨便 你很喜歡走AD位 你覺得我一定要拿AD才能凱瑞全隊 你百步穿揚 神射手 Rock'n'Roll OK 那我跟你講 這遊戲有三隻射手 你選閃燕王牌 絕對不會讓你後悔 那閃燕王牌呢 我們推薦技能呢 是第一個 先帶火焰梯 然後呢 再來是 迅能宴席 好 迅能宴席 那這樣的話 你閃王牌機動性就非常高 然後呢 走位能力也很不錯 很讚 棒棒的 那我只是先推薦一下 要用什麼角色 那再來呢 我再分享給大家 角色第一個 持有物怎麼帶 第二個道具怎麼帶 第三個 技能怎麼使用 之後呢 做單支影片再跟大家解說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分享的是呢 這個 持有物的部分 那 持有物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天賦啊 就是或是道具這樣 那我們的持有物呢 有分成攻擊 輔助 呃 這個物攻 魔攻 但我跟你講 這個遊戲 特攻就是魔攻 特攻的道具 基本上對於 特攻的角色 加強度不高 所以很多特攻的角色 一樣也會帶物攻的 好 的這個道具 的這個持有物 那 這個遊戲呢 很佛心的一個原因是啊 他呢 會送你這個 三個 持有物 那這三個持有物 是可以直接升到30等的 你就很想想看 你玩 你玩這個 這個困難高手 前人直接一進來 就先送你300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 好 那我們呢 如果你只有三個持有物的話 我強烈推薦 第一個力量頭戴 第二個氣勢頭戴 第三個 我們俗稱雙頭戴加救援 或是雙頭戴加屏障都OK 那這三個呢 第一個我們先講一下 力量頭戴 最主要 第一個是增加你的攻速 然後呢 再來是增加你的攻擊力 再來就是他 可以對對手造成額外的 移損生命 就是剩下的HP 剩下的HP額外傷害 那麼我們要注意的是 這個持有物的等級 會影響到的是 你可以看我的 右下方這邊攻擊呢 跟這個攻速啊 是綠色的 你的等級呢 會影響到這個綠色的 那當然最高 30等 這綠色才會滿 那麼另外一個呢 是 他的這個 另外的一個被動 就是 像力量頭戴啊 他是攻擊 額外的造成傷害 是對方寶可夢所剩的 這個剩下的生命值的3% 如果你是1等的話 就是1% 你是2等 你是10等 是2% 你到20等 就是3% 所以持有物呢 除了一開始送你的這個 3個 你可以升到30等以外 基本上剩下持有物 你都到20等就好 因為我們只要他的這個被動 好 那另外呢 氣勢頭戴 這個氣勢頭戴呢 除了跟你加雙防以外 再來就是你的生命值 低於25%的時候 他會這個 恢復你的生命 每秒恢復你的生命 持續3秒鐘 等於恢復3次 那你在1等的時候呢 是恢復8%的生命 到了10等是11% 20等是14% 那這個道具呢 他的CD時間呢 是從100秒到80秒 就是你這次觸發完 你如果是20等的持有物的話 你就要等80秒才再一次觸發 那麼再來 第三個呢 是這個救援屏障 當你開啟的時候呢 你大招 你大招開啟大招的時候呢 他瞬間給你一個護盾 這護盾呢 是你最大血量的20%到40% 其實差蠻多的 所以建議呢 救援屏障一定要升到20等以上 那他除了給你以外呢 我想這遊戲就是 我好 你好 大家好 所以他會再給你身邊 附近的血量最低的隊友 是血量最低喔 隊友一個護盾 這護盾呢 是取決你的救援屏障的等級 一樣也是20%到40%的最大生命值 是那一隻寶可夢的最大生命值 那這個護盾呢 會持續5秒鐘 所以假設5秒鐘 你護盾沒有人打你的話 他會自動的消失 好 這三個持有物呢 就是我最推薦的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持有物也是蠻 蠻適合特定角色的 那第一個呢 這個焦點眼鏡是打暴擊的 打暴擊的 那第二個呢 力量之爪也不錯 很多近戰角色呢 是蠻實用的 他最主要就是你 使用完技能的下一下普攻呢 可以增加傷害 最多增加一半的傷害 那再來呢 如果你是近戰角色的話 那一下普攻是可以占緩速的效果 可以緩速2秒 而他的CD也是2秒鐘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另類的冰袍 或是對 就是另類的冰袍的感覺 但是只有近戰才能觸發 那麼再來呢 得分護具呢 也是很多人使用 就是當你呢 要投球得分的時候 可以增加你自己的血量 增加一個護盾 這護盾呢 是你的血量的 最大生命的5%到10% 那你20等的時候 就可以來到10% 那你投球的過程當中呢 只要護盾沒被打破 都沒有辦法 去被取消 那這個護盾呢 是這樣 如果呢 我在投球之前 我開了一個救援瓶子 我開了大招 我身上如果有救援瓶子的話 我會有先得到一個 40%血量的護盾 然後再去投球的時候 我會再得到一個10%的護盾 所以你就總共有50%的血量的護盾 只要這護盾沒有被對手打破的話 那你就可以順利把球投進去 這就是這版本 其實算是蠻猥瑣的一個打法 那再來呢 其他的這些啞鈴啊 輕蝕啊 什麼都是有用的 都是有用的 但是呢 並沒有那麼的有用 我直接跟大家講 哪些持有物 你千萬看到他就裝作 沒看到 當作魔形娜 必有遠之 第一個呢 是吃剩的東西 不要生 第二個 這個突擊背心 然後再突突脫虧 就這三個 就三個 千萬絕對 目前他如果不改強 千萬不要碰 那其他的話呢 我到時候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他的 這個東西啊 其他持有物有特別的使用方式了 好了 那這個就是持有物的介紹 好 持有物的介紹 那再來呢 最後來看一下設定 那設定的話 我呢 就直接跟大家講重要的地方就好了 那不重要的我就略過 來我們看一下操作設定 第二個 這個第一個 鎖定模式 調整進階的操作 這樣你才能夠為野怪 那麼再來呢 得分方式呢 我建議啊 一個是長按一個是短按 意思就是呢 如果要得分 一個是要壓著 一個是點一下 他就會開啟這個得分的動作 那我個人建議呢 是短得分 然後呢 再來 第四 再來呢 這個 最下面這邊 鏡頭移動 他就是呢 可以讓你呢 在這個走路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往前看一下 前面發生什麼事 看是火災還是水災 還是那他的蜘蛛人又來了 你可以用這個鏡頭往前看 那基本上玩摸把 玩手遊摸把的 一定要會這一招 好 那再來呢 對戰資訊這邊有個強化普攻顯示 我們把它打開來 降化呢 能夠確保你的這個 強化普攻啊 應該說可以看得出來 你什麼時候會有強化普攻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先呢 帶領新手快速進入這個遊戲的一個 簡短介紹 那當然之後會有一些更詳細的影片 請大家繼續follow我這個頻道 那我們是日更好不好 每天都會退出這個 不同的寶可夢介紹啦 那我們就 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